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1号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当天上午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计划与俄罗斯官员进行会晤 纽兰表示此次主要议题是构建稳定和可预见的美俄关系 报道称 纽兰于11号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纽兰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 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 将以构建美俄间稳定和可预见的关系为主题 美国国务院透露纽兰计划与俄罗斯官员进行会晤 除了讨论双边关系 纽兰还将与俄方讨论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将会见纽兰 总统普京没有接见纽兰的安排 此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莎科夫 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科扎克等俄方官员 也计划同纽兰举行会谈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此前表示 美国从制裁名单上移除了部分俄罗斯官方人士 以换取俄方同意美国副国务卿纽兰访俄 此前美国将多名俄罗斯官员和国际事务专员 列入制裁名单 作为回应 俄罗斯也制定了对美国官方人士的制裁名单 其中包括纽兰 扎哈罗瓦强调 纽兰访俄入境问题是在对等技术上解决的 决定清明 来 来